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岩石梁老師 我們中文中的方便是沒有與何關係的 我們中文中方便的話,大家知道對應到日語是一個那形容詞,叫便利 便利,對吧? 所以,呼便,它實際上是一種手段,一種呼呼 它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 而所謂的呼便,也就是一種權宜之計 一種做起來比較方便的,便意的一種權宜之計的用法 所以呢,我們經常在日語當中有一種說法叫做 你什麼後面? 你什麼後面? 有的時候你撒謊 你不是都是壞事,對吧? 撒謊的時候也只是個權宜之計而已 所以在強調下,後面這個字,千萬不能夠忘文生意 下面一個單詞 前年 那麼就是前幾年的意思 好,下面 アタル アタル這個動詞呢,我們稍微著重講一下 它是一個字動詞 那麼它所對應的它動詞呢,大家可以放在一起記 就是 アタル アタル 那麼 那麼 アタル和アタル呢,大家放在一起記 因為他們這組字動詞,他們的含義呢,也同樣是對應在一起的 那麼首先大家看一下 アタル它有什麼意思啊? 它有 噴上,撞上,砸中的這樣的意思,對吧? 所以,アタル這個字動詞呢,自然這個動作呢,和我認為的行為是沒有關係的 是我看到的一個眼睛的現象,客觀的一個結果,對吧? 我說這個球打在了頭上,就可以是 ボールがアタマにアタル ボールがアタマにアタッタ 那麼球,我看到了球打在頭上,那是 ボールがアタマにアタル 那如果我是故意的,我用球去打它的頭的話 那就是 ボールをアタマにアテル ボールをアタマにアテル 對吧?這一組含義對應在一起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アタル 我們所謂擊中 可以用アタル 除此之外,我們有時候在抽上含義上我們說 猜中 猜中了 你答案猜中了就是アタル 那猜中了是アタル 你要去猜的話就是 アテル 對吧? 所以說,你猜猜看呀 這個叫做 アテテミテクダサイ アテテミテクダサイ 你猜猜看 可以用的是 アテル 這個他動作 那麼,除此之外呢 アタル 除了我剛才說猜中之外 有些說命中 尤其是命中彩跳 什麼之類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アタル 這個動作的 所以彩跳的話 它叫做 タカラクジ タカラクジ 那麼,タカラクジ 你アタル 就是重彩跳了 命中了 太重了 對不對? 所以,アタル說吧 就是各種重啊 那麼,他對你他動作 當然要把這一句 他動作呢 對你在一起去記憶 好,下面一個單詞 那麼,予想 就是預想 預測的意思 對吧? 我的預想中了 就可以用 予想がアタル 叫做法 予想がアタル 就是預想中了 好,下面一個單詞 年配 年配呢 它主要是指 年齡を取った人 就是已經上了年紀的人 中年以上的年紀 對吧? 所以年配的人 就有點類似於 高齡者 高齡種的感覺 當然年配呢 它還可以指一個大致的年齡 相仿年齡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呢 它和另外一個單詞 一直比較像了 就是年齡 年齡 在表示大致的一個年齡段 或者一個相仿年齡段的時候呢 它和年齡就比較接近 但是呢 年配這個它主要還是用來表示 年長 這個韓文 我把它記住了 好,下面一個單詞 ケントをつける 那麼 ケントをつける 這個詞呢 當然 ケント這個詞本身要掌握 但實際上 你掌握 ケント單個詞 還不如直接按照我們課文上的 ケントをつける 這個詞組來掌握 那麼 說到這個詞組的話 大家會發現 つける它是個他動詞 所以在這裡 我們同時 再給大家介紹一個自動詞 就是 ケントがつける 他把這一組詞 他動詞呢 就放在一起去記憶 他們什麼意思呢 首先 如果是我們現在課本上印製的 他動詞 ケントをつける 大家知道 他動詞都是由我主觀意志 主動去做的一個行為 所以如果是ケントをつける的話 那就是我主動的 去估計 去預計 去估想一個情況 對吧 比如說這個例子 很多情況下 我們是不能夠輕舉妄動的 我們必須 ケントをつけてから 行動した方がいい じゃないですか 再說一遍 ケントをつけてから 行動した方がいい 必須在 估計了一下事態發展之後呢 我們再去行動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是我主動的去估計 啊 用ケントをつける 那麼什麼是ケントがつく呢 就是我不是主動去想的 但是 由於某一個奇跡 我突然之間覺得 我離真相有進能的離譜 好像 有一點 模模糊糊的明白了一些 什麼事情 對吧 我說 あの人の話を聞いて ケントがついてきた あの人の話を聞いて ケントがついてきた 我聽了那個人的話之後呢 好像稍微有些明白什麼 情況了 就是ケントがつく 就是自動的動法 好 下面 くつがえず くつがえず 它是一個 他動詞 那麼它的自動詞呢 是くつがえる 大家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漢字也是寫顛覆的符 大家可以把 くつがえず 和くつがえず 是一組 其他動詞呢 放在一起 那麼 くつがえず 它是什麼意思呢 實際上它就是 最實在的含義 或者說它最本身的含義 就是指 把上下的位置 給丁個個 對吧 比如說 我把這個手掌 這麼翻過來 就可以是 てのひらをくつがえず てのひらをくつがえず 對吧 或者呢 把它弄翻了 一浪打過來 把船給弄翻了 就可以是 ふねをくつがえず ふねをくつがえず 也是可以的 那麼 抽象的含義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理解為 推翻 那麼推翻當然有 比如說 以前的什麼革命 辛亥革命 什麼什麼革命 推翻了 什麼清王朝 推翻了以前的政權 就可以是 せっけんをくつがえず せっけんをくつがえず 也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說 推翻 他就用徹底改變顛覆 也就是推翻了以前的各種 比如說 學說 推翻了以前的理論 今までのがくせつをくつがえず 也是可以的 今までのがくせつや今までの理論をくつがえず 對吧 把目前為止的一些學說 理論 都可以推翻了 也是可以用くつがえず 這個詞 來說的 好 下面 とも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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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もに的話呢 其實大家並不陌生 因為我們在第三單元 還著重講過 とともに 這個句型 對吧 那しなともに 如果一定要寫漢字的話 ともの部分 就可以寫共 所以當時我們講過 とともに 他就有といっしょに 或者ととど 之間的意思 一起同時 所以像ともに也是一樣的 他就是一起同時 共同的意思 好 好 下面一個單詞 こ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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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然就是 ひて 的反譯詞 對吧 こて 的反譯詞 一個是肯定 承認他 一個是否定 不承認他 好 下面 こえる こえる 大家要注意了 他漢字寫超 其實他有的時候 漢字寫月也可以 對吧 但是 昌和月呢 有的時候可能還是 太一樣 但是呢 他們是同一個詞 圓的 不過呢 在這裡稍微有一點錯誤 就是こえる呢 一般來說 他不是一個他動詞 而當作一個自動詞 來使用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 雖然こえる是個自動詞 一定是抽象的移動經過的路線 超過了什麼什麼東西 超過了30度 對吧 這個夏天非常遠 超過30度 三十度を超える 暑さ 三十度を超える 對吧 對吧 這次的參加者 超過了一萬人 参加者は一万人を超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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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移動經過的路線 就是おら 超える 好 下面 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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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對吧 再說了 好 下面一個 道徳的道德 當然 大家知道 但凡代有的 都是一個 那形容詞 大家知道 能夠加的是因為 道徳道德 本身是一個名詞 我們在 名詞後 加上的的這個詞 之後 可以把它構成一個 那形容詞 那麼 道德 它實際上和我們中文的道德是一個意思 那麼 在這裡 主要請大家提點 一個是讀音的問題 就是 道和德 到底有沒有 著音和 著音的問題 道是有著音的 德是沒有著音的 這個讀音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點呢 就是一些比較細節的問題 就是德的寫法 比我們中文當中少了一條橫線 我們中文當中 德的最後的心上面 是不是還有一個橫線 但日語當中的話 這個道徳的德 是沒有一條橫線的 這些 微小的地方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下面 正面 立面 舔 舔 舔 可以表示 就是一種 大的一個原則 一種基本方針的意思 就是它本身的含義 除此之外 我們現在主要把它用於 本音的反義 不嗎 我們叫本音 漢字写本音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心话的意思 对吧 而且相对的 就是它的反义词 不是真心话 而是场面话 下面一个单词 那当然和中文的重大是一样的 它这个拿出 它来使用的话 重大的问题 下面 下面 就是自国 自国这个词 我们曾经学过 对吧 我们说自国它是放不放不动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自国它和这个叫做 便也是没有关系 所谓的自国が一 自国が割率就是什么 就是我时间上 我这个情况上 是不是与我相吻合 或者说是不是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吧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有空的 那我可以去复约的 就是自国が一 我既然还有工作的 不能去复约的 就是自国が割率 对吧 那么现在自国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自国が割率的意思 自国它就是自国が割率的意思 就是不方便 不太妥当 不太合适的意思 对吧 那么 自国が割率 我们说是自国 那反译自国が一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你给大家介绍的意思 同样是三个汉字 叫做 好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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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正好 变化过来的 对吧 他们说是他的这句话里面 有些内在汉字的意思 あの人的話には 含みがありますよ あの人的話には 含みがありますよ 就是 含み 好 下面 患者 那就是患者 病気になった人 不要說了 他們 病名 つまり 病気の名前 就是 病名 好 下面 告げる 告げる 他漢字寫 告 他實際上就是 各種告訴 告知的意思 那每次 老師 他教える意思一樣 他就看情況了 つげる 告げる 他不一定能夠互換的 那比如說這個例子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什麼呢 比如說 我說 請把這個通知告訴小王 このつじ このお知らせを おおさにつげる このお知らせを おおさにつげる 這個時候 這個つげる 就有點類似 教える 表示告訴 告知的意思 那除了這種類似於 告訴通知 告訴什麼結果 什麼之類的 那種 告げる之外 我們說一種 訴說 一種心情 對吧 気持ちを 友達に 告げる 気持ちを 友達に 告げる 也是可以用 告げる 除此之外 有的時候 抽象的一些 告訴 告知 也可以用 告げる 對吧 比如說 說 櫻花盛開呢 就告訴我們 春天來了 對吧 櫻花 告知我們 春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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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别 宣告 改建 火车鸣笛之后呢 就宣告要分别了 这时候呢 也不太用押忍 所以押忍也不一定的空空换 大家注意具体情况了 下面一个单词 它就叫做一种希望或者可能性 所以比如说 这个例子 我说 哎呀 它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 很有潜力的人 就可以说 あの人は見込みのある人です 見込みがある人です 它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 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用到見込这个词的 除此之外呢 見込它可以表示 预定固定的意思 但大家注意的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要千万把見込 和予定 给取分开来 给取分开来 所以大家会发现 明天取引策の会社に行く予定です 那可能得用予定 再说一遍 明天取引策の会社に行く予定です 我明天要去一下客户的公司 这是一件予定的 あの見込呢 就个例子啊 我们说 我 预计今年六月份毕业 对吧 在中国的话 是六月份毕业 今年六月に卒業見込です 今年六月に卒業する見込です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 你六月份毕业这一点呢 它不是凭借你的意志决定 不是你想六月份毕业 你想提前一点 也可以提前晚一点 可以不存在这种情况 只要不出意外 六月份 你就会有毕业这件事情 这才叫ミコミ 所以呢 大家注意了 在表示预定估计的这个情况下 ミコミとのて 一个是そうなる 一个是そうする 那是不一样的 好 下面 仮に 仮に的话大家知道 它就和もし もしもし一样的 它就经常后面加上 ただは 这类的假定表现 对吧 如果怎么用的话 假如怎么用的话 好 下面一个单词 流行 那和我们中文的意思 其他也就是 良心 对吧 我们也可以说 大家把它放一支 就是 柔らげ 柔らげる和柔らげる 它们是一支 它动词 那说来的用法也很简单 因为大家知道 它动词 柔らげる 它肯定是我认为 主动意志去做的一个动作 而这动词柔らげる呢 自然和我的意志没有关系的 所以 什么场合的氛图很紧张 什么场合的氛围很紧张 那我就 讲一个笑话 讲个笑话干嘛呢 就让大家把这个氛围 会和和下来呢 对吧 把这个紧张感的 和和下来 对吧 冗談を言って 緊張を 周りの緊張を やわらげる やわらげますだ 再說一遍 冗談を言って 周りの緊張を やわらげますだ 我出了一個想法之後呢 使周囲的緊張感給緩和下來了 雰囲気をやわらげる 使周囲的氛圍給緩和下來了 這就是やわらげる 對吧? 或者有的時候 比如說 不知道我們同學當中 還有沒有在 客服工作的同學 如果你接電話的話 你是不是聲音比較柔和一點才行啊? 你要 声をやわらげて電話に出るでしょ 声をやわらげて電話に出る 你要讓你的聲音柔和一點 再接電話嘛 這就是やわらげる 那麼 以至相對やわらげ 這是自動詞的 我看了眼前見到的變化 對吧? 他說了一個笑話之後呢 雰囲気がやわらいてきた 整個氛圍就緩和下來了 整個氛圍就緩和下來了 那就是やわらぐ 對吧? 而且這個自動詞 やわらぐ呢 有的時候也可以用在一些表示天氣的情況下 比如說 炎寒過去了 酷暑過去了 我聽說 暑さが寒さがやわらいてきた 暑さ寒さがやわらぐ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 治療 治療 那就是直接的 而且大家知道 帶有的的 那就是一個 那種的意思 對吧? 那麼 間接的就是間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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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和我們自己學習過的 この間 意思是很接近的 換句話說 他遇到的是過去時的 前進天的意思 好 然後 下面 裏面 裏面 医学界 醫學界 我們中文是一樣的 再說了 好 下面 補充 補充 雖然他做自他動詞來使用的話 他有兩個意思 做自動詞的時候 它是報恩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要說 おにほうじる 做自動詞的時候 它是報恩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 おにほうじる 報恩 那做他動詞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代替兵語的 お なんなんよほうじる 這個時候呢 就有點類似於 なんなんよほうどする 報道的意思 然後 下面 ふうじ 就是 もう治らない 已經不治了 治る 治す手段はない 治しようがない 沒有辦法治療的意思 對吧 但在這裡呢 要提供同學一點 就是這個ふうじ 他的讀音 因為我們之前的治療也好 這個治療都是音讀成器的 對吧 但在這裡呢 它是 い 所以 音讀的一個變化 大家注意一下 好 下面 やまい やまい呢 它和びょうき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只不過我們 可能比較多的話 是接觸病 這個漢字 音讀成びょう 對吧 那麼やまい 它同樣是生病的 病的意思 當然它也可以引生為 壞的習慣 那恶行也是我們在買的 好 下面一個單詞 こきち 告知 那麼和我們中文的告知是一樣的 那麼 當然現在大家知道 如果我要大家用欲語來解釋告知的話呢 就是 つげてしらせる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 說一遍 つげてしらせる 我就把告和知分別 迅讀成動詞 對吧 就可以了 那麼 它是個他動詞的話 就可以説成 哪いなにを誰々に告知する 把什麼事情給告知給誰 對吧 那上面 そうじょう 病症 我們中文意思是一樣的在講 下面はるか はるか呢 如果寫漢字的話呢 它寫的是 遙 它既可以做一個 な形容詞來使用 它也可以直接做一個副詞來使用的 那麼 はるか 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遙遠的意思 但這個遙遠大距離 它既可以是 方位 場所上的遙遠 也可以是時間上的遙遠 也可以是兩者程度之間的差距非常遙遠的 換句話說就是程度差距很大的意思 這三者啊 時間 方位 程度的差距遠 差距大 都可以用はるか來表示 對吧 比如說 我住在離都市部 非常遠的農村 對吧 としぶをはるかに離れている以中に住んでいる 都市部を遥かに離れている中に住んでいる 这时候这个遥か 因为表示 你都市部很远 还有比如说 遥か昔 或者遥かな昔 都可以 遥かな昔 那表示遥远的过去 是时间上的距离 除此之外呢 它可以表示程度上差距之大 而且表示程度上差距之大的时候 它往往会 遥かに 这个形式出现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是遥かに 这个形式的话 它自然是当作复材使用 对吧 比如说 上海要比大阪热闹多 就可以说 上海は大阪より遥かににぎやかです 上海は大阪より遥かににぎやかです 上海要比大阪用到的多 上海要比大阪な処理 就是可以的 下方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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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気になった人 就是说了 下方 心心 つまり心 心 身心 身心 问题 好 下面打撃 打撃 打撃的话 它也就和中文的打击是一样的 那么经常用的是 对吧 ないなに 代表大ь来に 打撃を与える 或者打撃を加える 就是给谁 或者给什么通式 代表打打滝 也可以用 ないなに 打撃を受ける 正好 方向相反 刚才 代理和 代理的话是给谁带出的打击 现在就是因为谁受谁的打击 对吧 好 下面 真相 就是真相 大家看那个名正探柯南就知道 真相只有一个 好 下面 delicato delicato呢 首先它指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就是一个人 感じ性が強い 感じ性が高い 就是他非常的敏感 纤细 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类似于敏感 就一个人啊 他做人很敏感 神经很纤细 这时候呢 用delicato都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delicato 它可以表示这个非常的微妙的 非常微妙的 非常細小的 非常细致的一些内容 也可以用delicato 好 下面一个单词 感受性感受性 我们中文是这样子来说了 下面 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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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大家看到 就是他动词的 mir加上了 kata 那么这个形式呢 我们知道 在初级学习过 我们知道 一个动词的 marsing加 kata表示方式方法 那mir是看 味方 去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 说白了 就是你的观点 你的看法 对吧 好 下面 战中 也つまり 战争の中 就是在战争当中 我们之前还学过 战前和战后 好 下面一个单词 荒嵐 荒嵐就是指 非常的粗暴 非常的浪暴 非常的激 到给周围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的程度 所以他这个态度 太差了 太粗暴了 荒嵐态度 荒嵐态度 对吧 对于这个天气 一会儿狂风暴 一会儿电闪雷鸣 荒嵐天气 荒嵐天气 这是可以的 下面 痴嵐 痴嵐呢 当然 战予的嵐的话 它还是做一个 na 形式来使用的 那么所谓 deki就是智慧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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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知识的 这样一个状态 好 下面一个词 我们主动讲一下 叫做 千年 千年 它就是洗练 那么如果这样 する的话 千年する 是一个 它动词 它这里有很多种 翻译方法 洗练 精练 讲究 考究 文雅 其实它 千年就一定意思 它就是洗练 精练 锤练的意思 那为什么它会有 讲究 考究 那只是翻译方法而已 对吧 举个例子 什么时候洗练 以后呢 我们在高层呢 会学一篇课文 专门关于日本的新银 是这么关于日本老铺的 因为日本呢 有很多 历史の長い 我们也要开一下 一些历史很长的店铺啊 或者公司 他们这些都是老铺 那么这些老铺的话呢 他们为什么能够传承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不断地 锤炼自己的这个记忆 就可以说 腕を洗练する 腕を洗练する 就可以用 洗练する这个字 所以首先它是 锤炼的意思 对吧 有的时候 我们再写一篇文章 那写的文章 写的每一点 是不是 言葉を洗练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必须锤炼一下 我的言葉 这些都是嘛 都是 洗练する意思 那么为什么 它会有讲究 考究的意思呢 很简单 你想看 我说这个人 他的文章当中的用词 都是很讲究的 什么叫很讲究啊 就是他的这个用词 都是被反复推敲 被反复洗练 经练过的 是不是 言葉が洗练されたから 衣服也是的 我说 哎呦 这个人穿着很讲究 可以说 洗练された服を着ている 服は 洋服は洗练されている 为什么说 他的衣服 可以是被锤炼 被经练的呢 因为很简单 换句话说 我出门的时候 我也是仔细想过 这个衣服裤子 鞋搭配的 而不是说随便 一能遮体 穿出来就是了 对吧 所以说白了 这种讲究 考究文雅 都是一种翻译方法 这些新年词 它这个意思就是 来推敲 锤炼 经练 好 下面 話し言葉 那么 它的对意就是 書き言葉 一个是口语表达的一些词会 一个是书面表达一些词会 然后下面 接する 接する的话 它看起来 接嘛 它就可以做自动词 可以做他动词来使用 它主要做自动词 就各种接触 比如说 我说 它这里有相连 比如说 中国 我们中国的北方 是不是和俄罗斯相连接 就可以是 ロシアに 接している 用试格 住词 ロシアに 接する 对吧 和俄罗斯是相连接的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土壤 这个土地上 相连接之外 说和人接触 对吧 对待这个人 对吧 我说和客户接触 和人接触 就是 人に 接する 客さんに 接する 也是用格助词 你去连接的 就大家去一下 就是说 我们说和自然接触 一个是 自然に接する 那这个时候 这个自然に接する 就有点类似 自然に移れる 的用法 好 下面 傷つく 它是个自动词 那么它对 它动词 大家一起 一眼一起记一下 是 傷つける 自动词 自动词是 kizutsuku 它动词是 kizutsuku 那么 这一组 它做下去 那首先 我先把后面的 zuku 或者 tsuku 语句的话 它叫 单单的一个 kizu 伤 它就是伤口 伤疤的语 那往往是指 这种皮肤表面的 滑伤 的这样的伤口 是kizu 对吧 但是kizutsuku 和kizutsuku 一个是 自己受伤了 一个是 伤害了他 这两个词 一般来说 主要用在 抽象的情况下 就是 真的身体受伤的话 很少会使用 所以说 哎呀 它的话 深深地伤害了我 あの人の話は 私を深刻 傷つけました 这个时候可以 あの人の話を 聞いて 深刻 傷つけました 听了他的话之后 我深深受伤了 这个时候 抽象的受伤 伤害 我们用的是 kizutsuku 和kizutsukele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したがって 那这里的单语 不是我们在 之前学习过的 にしたがって 这个句子 不是的 那这里呢 我们是把它 作为一个 揭讯词来使用的 那么 作为揭讯词来使用的 したがって 放哪里呢 它是放在 后句的句手 前句 先句号结束 放在后句的句手 并且用逗号呢 和后句隔开 这个时候 它是表示一种 原因理由的 一种因果关系 逻辑关系 所以这时候 这个にしたがって 这个没有に 不好意思 这时候这个したがって 大家可以在旁边 写的上约 等号 它就相当于了 そのため 因此 或者 それだから 因此 这样用吧 这是原因理由的 好 下面 不愉快 或者说 不愉快 也是可能的 对吧 好 下面一个单词 乱暴 那么刚才有 あららし 这个词 但是它和乱暴的意思 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 态度非常 粗暴 满不讲理 乱暴な态度 乱暴な态度 乱暴な言葉 乱暴な言葉 非常粗俗的 一些用词 一些错词 这个是乱暴 然后下面 口を聞く 口を聞く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 就是 話 说话 就他一个意思 就是 他一个意思 就是 中击をする 或者 合战をする 就是 进行一种 中介 或者调停 可以 口を聞く 那么 那边 那边 你看到一個供應品 它做工非常精巧 就可以是 たけみな作り方 たけみな作り方 好 下面 たける たける他字寫避 他作為他動詞來說的話 他就是 避免避開躲避的意思 既然是他動詞的話 那麼就是 たいなにをさくる 對吧 比如說有的時候大家知道 現在 比如說類似於上海 你要真的集らしあわ 早高峰的話 早晚高峰的話 那真的是人很多 所以有的時候吧 我為了避開這個早高峰 我一大早就出門了 上班了對吧 就是 混雑 或者 らしあわをさけるために 朝早く出かけました らしあわを らしあわをさけるために 朝早く出かけました さける 對吧 避開人們的目光 一個叫做 ひとめをさける 各種避開回避 各種避開回避 用的是他 下面 あたりさわりのない 那麼 這裡大家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あたりさわり 是什麼意思呢? あたりさわり 就是一種妨礙障礙的意思 而且我要是指 妨礙別人心情 妨礙別人情編的一些內容 那麼あたりさわりのない 的話呢 他後面就加個名詞 怎樣的事情 怎樣的東西啊 就是一些無關緊要的 無關痛癢的東西 好 下面 はなしみ はなをさかせる 那麼大家知道 首先 はなをさかせる 它是來自於 はながさく 這個表達方法 那麼はながさく 當然它就是 開花的意思 花盛開了 除此之外呢 抽象的用法下 はながさく 它也可以 表示 さかになる 的意思 就是 整個的形式 是非常繁盛的 非常昌性的狀態 可以用 はながさく 這個形式 相當於 さかになる 的用法 那麼不管是 真的開花 還是さかになる 這個抽象的含義 反正はながさく 大距離了 它前面 大距離 都隔住子に 那怕是開花 我說花開在哪裡 也是 こえにはながさく 花開在公園裡面 也是 こえにはながさく 這個にち 我不能用錯了 那麼 除了開花之外 我剛才說 はながさく 很繁盛 對吧 對吧 那有的時候 什麼時候很繁盛 就表示整體的氛圍很繁盛 整體的氛圍很繁盛 整體的氛圍很繁盛 也就是換句話說 大家聊得都很開心 對吧 所以如果是 なになにはなしに 這話し就是說話 なになにはなしに はながさく 就是我 大主要はながさく 是自動詞 這是自動詞的話呢 換句話說 它和我一直沒有關係 它是我看到的 一個眼神現象 我一間教室 一間辦公室 看到大家都在聊 正話聊得很起勁 就是 なになにはなしにはながさいている 但是我們現在 科文當中是 はなしにはなをさかせるし 十一態 那麼十一態 就當作一個た動詞來使用 た動詞的動詞 它區別在於 這是我看到眼前現象 這是我主動而做的行為 換句話說 我主動去找一些話題 跟你聊得很起勁 那就是 はなしにはなをさかせる 好 好 下面 にげば つまりにぎる場所ですね 就是 逃離的一個地方 好 再說說了 好 下面 わざと 就是故意的 純心的 一個副詞 那麼 它和わざわざ的 最大區別在於呢 一般來說 わざと 它用在不太好的情況下 比較多一點 故意的、純心的 而わざわざ用的 比較好意的 我們說特地的、特意的 真的含有比較多一點 好 下面 きょうざめる きょうざめる就是 きょうみがなくなること 不再有興趣了 沒興趣了 它是一個自動詞 很掃興 對吧 その話を聞いて きょうざめました てらね一句話之後 我整個就沒興趣了 きょうみがなくなりました 下面 ふら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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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じ はっきりとしない あいまいな用詞 非常不清晰 暧昧不明的一個狀態 ふらじ 它作為な形容詞 它這個あいまい 是近乙 或者叫做同義 好 接下來請各位同學 跟著我把單字下來念一下 我們每個單字兩遍 ほべ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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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 当たる 予想 年配 検討をつける 検討をつける 覆す 覆す 共に 共に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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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徳的 建前 建前 重大 重大 不都合 不都合 含み 患者 病名 告げる すぎる 見込み 見込み 仮に 仮に 両親 両親 治療 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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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のまま 直接的 直接的 先頃 医療 医学会 医学会 邪魔 邪魔 告知 告知 症状 症状 遥か 遥か 看板 看板 病人 病人 心身 心 打撃 打撃 真実 真実 デリケート デリケート 感じ性 感じ性 味方 見方 見方 線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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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々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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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摘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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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し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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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する 接する 手 傷 傷つ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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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従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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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髪 乱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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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を 聞く 口を聞く 口を聞く その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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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み 巧み 尽きる 当たり障りのない 当たり障りのない 話に花を咲かせる 逃げば わざと きょうだめる きょうだめる かじ かじ さらに きょうだめる